哈喽大家好 我是广东花线仔 这期节目我们关注一下国拼的话题 那么对于国拼来说 已经是出发前往了松压利的布达佩斯 下一步将会参加在这个地方举行的 WTT的球星挑战赛还有冠军赛 那么对于这一次比赛来说 国拼派出了除了樊正东之外的全部主力参赛 确实啊 这一届比赛的一些冠军或是项目来说 也都是国拼非常看重的 甚至对于一些球员还有一些双打混双的组合来说 也需要通过这些比赛拿到自己相应的积分 提高自己在世界拼联的排名 所以对于这些比赛后续的开打 我们也都是要持续关注的 那么对于这一项冠军赛来说 之前也都是正式官方宣布了一些球员的报名名单 那么在混双的这个项目当中 很多球迷就发现了 之前我们的一对黄牌组合也都是被拆散了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重大改变来说 确实不同的球迷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就是对于国拼来说 这样的一个拆散组合的选择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们在整个巴黎奥运会备战周期当中 混双这一枚金牌也确实是我们的重点去冲击的一个项目 因为在东京奥运会当中 无缘拿到这一枚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枚的金牌 确实非常的遗憾 那么对于许欣跟刘诗文来说 肯定就是无缘巴黎奥运会混双的比赛 所以怎么样打造一对我们有保障的冲金的组合来说 成为了刘国良总教练最为关键的选择 那么在之前的四拼赛当中 王楚心跟孙颖湘是拿到了冠军的一对组合 现在他们的排名也都是来到了世界第二 仅仅落后排在第一的中国台北队的组合 那么这一次的冠军赛无缘组队被拆散的话 他们也都是无缘反超对手来到世界第一 相反王曼玉跟王楚心搭档的话 那么对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来说 也都是非常的有潜力的 因为对于王曼玉来说 也都是然然生起的一个新星 甚至对于孙颖湘 他不用再奸向混双的话 也都可以把精力放在铝丹的一个比赛当中 能不能接替陈梦成为铝拼的接班人 这一次的冠军赛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之一 甚至对于孙颖湘来说 之前终于有了主管教练 那么在这段时间的特训当中 效果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可能需要这个比赛来检验的 甚至对于国拼来说 我们在混双冲击巴黎金牌的过程当中 也都需要不同的组合 我们不可能把宝全部押在一队的组合当中 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说 刘古良总教练 还有国拼的教练团队的老谋深算 或是深谋原律 也都是让人很感到这个点赞的 其实对于国拼来说 对于混双的这一个金牌的冲击来说 我们也应该常备有两到三队的组合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 对金牌的一个冲击非常的有利 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说 虽然国拼的一对王牌组合 王楚信跟孙荫萨被拆散的 但是对于我们后续的一个备战来说 也都是有积极的作用 不排除在巴黎备战的周期当中 这一对组合有再次组成混双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后面的比赛来说 我们还都是要通过真正的实战比赛进行检验 所以希望在混双当中 王楚信跟王曼玉能够一举拿下这一笔金牌 好了 对于国拼比赛的一些情况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带来最新的报道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见 拜拜